哈喽大家好 嗯 就说一下 关于杂念这个问题 嗯 其实我们时时刻刻都是有杂念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比如说如果你在看 电影电视的时候 你关注在上面 所以你感觉不到自己的杂念 可是呢当你学习的时候 或者像我一样 当我拜佛的时候 啊就会突然间有很多杂念 可能担心害怕烦恼 开心 不开心都会出现 不能忽视的那种出现 但是呢 它不是说突然有的 它就是时时刻刻都有 只是当你心没有静下来的时候呢 你没有感受到 如果说当你有这些烦恼杂念的时候 你用来 你用看电视或者是 看小说 或者是 看 电影的那种方式 去解决它 就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用更多的杂念 但是用更多的杂念去解决杂念 只会得到更多的杂念 所以怎么办呢 要多让自己静下来 去慢慢的去适应 然后去对质 去适应没有杂念 去适应安静的生活和环境 这样呢 你的心里呢 就会清静 就会寂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千万不要用电影电视 用杂念去解决杂念 那会带给你更多的烦恼 忧愁 担忧害怕 嗯 可不开心 或者说 嗯 莫名其妙 嗯 总之呢 是要 让自己静下来 不断地训练自己 不能够 退缩 勇猛经济 加油 是最后一辈子 哦 我们下雨 c 请收吴